郭建樹在今天尋對青少年吃粉的行為 在公佈調查報告 結果是現時 國中生 國中生 還有一個學生 吃電池粉的比例 增加很多 郭建樹也有國外 要支持粉海控制法的修法 把電池粉辣植關折 學生在電腦頭前 一個要把戲波裡面的六三米點掉 一個要選擇整個粉海底色 這不只是一個電腦遊戲 也是以後孩子吃粉的告知 包含就是因為我們會用一些桌遊 然後體驗的活動 所以其實在上課的過程中 都是蠻熱絡的 所以孩子們就是會蠻有興趣 那我覺得其實這套教材 在最後有做一個迷因圖的倡議設計 我覺得其實對於孩子們的文化 會更有共鳴感 郭建健康宿 自國調查記者會 公佈一圖參與教育部合作開發的 粉海控制告知 裡面也特別包括電池粉的健康教育 因為郭建樹的調查發現 現在年輕人吃電池粉的比例 等在簽罐 但是在電子煙的部分 我們很不可思議 三年內一百零七年的結果 國中生從一點九 變成百分之百分之一點九 變成百分之三點四 那高中值的部分 從三點九變成百分之八點八 經濟國権室的調查 市民上的電子粉有到什麼都會固定 會影響到小孩大腦的發展 不過現主席粉海控制法 對粉的定義裡面 所以沒有包括電子粉 頂頂的類粉品 國権室已經在年初 拿出粉海控制法的修正策案 專門禁止類粉品 也將我們尊吃粉的年會 提款到二十歲 希望保護後一代的健康 記者認識給大家報道